这时欧贝利斯克的巨神兵终于召唤出来了 海马开始呛游戏 我的欧贝利斯克的巨神兵会毁掉你的 你的欧西里斯的天空龙的攻击力才2000分 这时游戏说 海马你别忘了欧西里斯的天空龙 可是有特殊能力的发动 欧西里斯的天空龙的特殊能力 赵雷谈攻击欧贝利斯克的巨神兵 因此欧贝利斯克的巨神兵的攻击力从4000分变成2000分 在这回合双方的攻击力是一样的 但是对神来说魔法与特殊能力也只能维持一回合 所以欧贝利斯克的巨神兵下一回合会再变回2000分 海马这时覆盖两张卡 结束回合游戏的回合抽牌 欧西里斯的天空龙的攻击力来到3000分 这时欧贝利斯克的巨神兵的攻击力也变回4000分 这时发动魔法卡贪婪之狐可以让双方从牌组里面再抽两张卡 因此欧西里斯的天空龙的攻击力变成5000分 攻击力超越欧贝利斯克这时游戏发动攻击准备攻击欧贝利斯克 但海马这时发动了魔法卡命令消音器 这张卡的作用是让怪兽无法听到主人的命令 因此欧西里斯的天空龙无法发动攻击 还可以强制让战斗阶段终结 而且这张卡的特殊效果 海马还可以再抽一张牌 游戏心里又开始惧怕海马覆盖的卡是否是剑士的生命 如果是海马下一回合一定会用 于是游戏决定覆盖两张卡并且结束回合 欧西里斯的天空龙的攻击力也变成3000分 双方都想着下一回合就要分出胜负海马的回合 这时抽牌 但游戏发动魔法卡手牌 抹杀这张卡的效果是双方都得把手上的牌送进墓地 并且再补充你先前相同的卡数 这时游戏在发动陷阱卡 惰天使的施舍 这张卡的效果是双方的玩家 可以借由魔法的效力 让被丢到墓地的卡再回到手里 因此游戏的手牌变成6张 欧西里斯的天空龙的攻击力也变成6000分 海马这时却说早就猜到你会有增加手牌的连锁战术 海马这时发动魔法卡欲望的代价 这张卡的效果是召唤两只沉睡的怪兽 海马召唤净魂 刀锋骑士 这时游戏说欧西里斯的特殊能力会毁灭它们的发动特殊能力 赵雷谈海马这时说他早就想到了发动魔法卡卡顿 这张卡的效果是借由丢掉一张手牌 让怪物免于伤害 这时欧贝利斯克的巨神兵抓住了剑魂及刀锋 骑士 海马说欧贝利斯克也是有特殊能力的就是只要献上两只祭品就可以对对方造成4000分的生命值伤害 海马发动攻击神兽粉碎 就当大家以为游戏就要输了的时候 场上突然出现很多粒子球游戏说 海马我还活着哦 原来游戏刚刚从手牌发动了粒子球的效果 但这部分没有做解释 为什么可以本小姐也不懂 这时欧西里斯的天空荣攻击力5000分 欧贝利斯克为4000分 海马这时覆盖一张卡结束 回合这段好精彩 但本小姐好累又想睡美容绝了晚安